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将讨论 vCloud Usage Meter 和新发布的版本 3.5 以及在过渡到新版本时需要了解的一些过渡指导原则 在介绍这些要点后 我们将向您演示 Usage Meter 安装和配置 以及如何生成报告 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指南是 vCloud Air Network 计划指南 该指南可从 Partner Central 下载 网址为 www.vmware.com-partners 该指南包含此计划的所有相关信息 以及服务提供商报告要求 下一个指南是产品使用情况指南 该指南也在 Partner Central 上提供 其中包含可供服务提供商使用的所有 VMware 产品的相关信息 以及每个产品的使用点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服务提供商报告 面向服务提供商的报告有两种 在 vCloud Air Network 企业门户中报告 服务提供商使用情况和终端用户报告 有关这两种报告类型的信息和要求 可在产品使用情况指南中找到 根据计划指南 服务提供商需要每月向 vCloud Air Network 企业门户 报告使用情况数据 这些数据应包括所使用的每款 VMware 产品的详细信息 以及使用的数量和产生的相应积分 产品使用情况指南中提供了对每款产品的具体计算方法 尽管终端用户报告是必须的 但终端用户数据只能在 VMware 内 由我们的销售团队出于佣金发放的目的使用 这将有助于加强 VMware 和我们的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作 这些数据将保密 如果法律允许将包含客户姓名 还包括国家或地区、省或自治区或直辖市和邮政编码 以及每种产品的使用情况 稍后我们会进一步介绍 Usage Meter Usage Meter是一种安装在 vCenter 上的虚拟设备 用于计量一个服务提供商使用的所有 VMware 产品的情况 Usage Meter随后会生成有关此使用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随后将发送到企业门户 可从我们的社区网站下载 Usage Meter 您可在显示的链接中找到该网站 在该网站上,您还将找到论坛 您可以在论坛中发布评论和问题 该论坛由我们的计划和产品团队监控 因此,您在论坛中发布的任何问题或评论 都可被我们的团队看到 现在,我想要介绍 vCloud Usage Meter 3.5 更新 在此次更新中,我们添加了对 NSX, vSAN, Horizon Desk 和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版本 6 的支持 Usage Meter 3.5 还支持所有新的 VECON捆绑包 现在,您还可以选择将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和 NSX 使用情况作为单型版产品 而不是捆绑包的一部分来计量,并生成相应报告 Usage Meter 3.5 会生成三个报告 通过企业们互发送的月度使用情况报告 包含终端用户消费信息的月度客户使用情况报告 以及虚拟机历史报告 VMware 也可能请求生成这些报告 请务必注意,尽管不支持就地升级至 vCloud Usage Meter 3.5 但我们增加了一项支持 那就是将 Usage Meter 产品配置数据从之前版本迁移到此新安装 这些产品配置数据仅限于您在产品页上看到的数据 如此幻灯片中所示 用户指南包含有关这些数据的所有详情 包括兼容的迁移版本 您还可以选择将客户名称从以前版本的 Usage Meter 中导出 并将这些名称导入新安装 请注意,无法将与这些客户关联的任何规则导入新 Usage Meter 安装 这可让您再配置 新安装的 Usage Meter 时节省时间 另请注意,此流程不会移动任何计量数据 有关这些任务的全部详情 可在社区页面上的 Usage Meter 文档中找到 在进行下面的演示之前 我要介绍一些有关迁移至 vCloud Usage Meter 3.5 的过度指导原则 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支持就地升级到版本 3.5 为确保报告不会中断 必须遵循以下步骤 在此示例中 绿色条表示以前安装的 Usage Meter 而紫色条表示新安装的 3.5 Usage Meter 如果您在1月中旬安装新的 Usage Meter 版本 3.5 如紫色条所示 则必须在1月中剩下的时间内运行新版本 以便准备好从 2 月 1 日开始收集数据 这对于确保报告准确至关重要 如果新的 Usage Meter 版本 3.5 从 2 月 1 日开始收集数据 则您应开始备份和停用绿色条表示的旧版 Usage Meter 计划指南规定 Usage Meter 数据将保存 24 个月 从最近月份算起 因此必须保留这些数据 请注意 2 月期间收集的有关新 Usage Meter 安装数据 将在 3 月初报告 这张幻灯片显示的书面摘要 概述了这些过度指导原则 以便于您更好的理解 我们现在开始演示 首先 我们需要安装 Usage Meter 如前所述 Usage Meter将安装为 V-Sphere 上的虚拟设备 为安装 Usage Meter 我启动 V-Sphere Web Client 接下来选择将在其中安装 Usage Meter 的集群 我选择 Deploy OVF Template 部署 OVF 模板 然后我通过浏览找到 Usage Meter 设备文件 在运行向导时 我可以为 Usage Meter 设备指定一个新名称 然后我选择相应文件夹或数据中心来安装 Usage Meter 然后我可以选择存储网络 以及我是想要设置静态还是 DHCP IP 地址 然后我为 Root 账户和 Usage Meter 账户设置密码 安装 Usage Meter 后 您可以从 V-Sphere Web Client 启动控制台 您首次通过网页登录 Usage Meter 之前 必须设置 Web 密码 要设置 Web 密码 请通过控制台登录 Usage Meter 只需按 Enter 键即可 输入 Root 作为用户名 然后输入您之前设置的密码 在提示符处输入 Web Pass 然后按 Enter 键 然后输入您想要为管理员账户设置的密码 输入 Logout 后按 Enter 键 然后您将回到主页 Web Pass 现已设置 Usage Meter 文档中 详述了设置 Web Pass 的步骤 设置完毕后 您可以使用提供的 URL 管理该设备 要管理该设备 请打开 Web 浏览器 输入管理 URL 然后输入用于登录该设备的凭证 如果这是您首次登录该设备 您将需要提供服务提供商信息 填写所有这些字段 以及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然后单击 Save 保存按钮 如果您已从以前版本的 Usage Meter 导入配置数据 则此信息已填充好 但我们还是建议您验证一下这些数据 下面我们需要配置这些产品 我们已经预先填充了这些字段 在屏幕上 配置您的 vCenter Server 要添加 vCenter Server 请单击 Add 添加按钮 输入 vCenter Server 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以及您的凭证 如果您使用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系统会自动填充主机信息 但是您需要在发现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证书后 接受该证书 请务必输入您的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评证 只需单击 Edit 编辑按钮即可 接下来添加 NSX Manager 信息及凭证 您的 vCloud Director Server 信息及其凭证 您还可以添加 vRealize Automation Center 和 Horizon Desktop 作为服务 在 Reports 报告选项卡中 每个虚拟机的内存上限 应保留为默认值并且不应更改 您可以在这里配置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和 NSX 以报告这些产品的独立使用情况 如果为作为捆绑包使用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产品使用情况指南 在 Collections 集合选项卡下方 Usage Meter 会每小时收集一次大部分数据 您可以选择在整点后的第几分钟执行收集 在 LDAP 选项卡下方 您还可以指定 LDAP 服务器 以进行身份验证 Usage Meter 的配置部分 到此结束 下面我们来看看许可证类别 当我单击 Licenses 许可证选项卡时 系统将显示我使用的所有 vCenter 许可证 然后我可以将这些许可证归类为 VCAN 永久或演示许可证 系统不会针对永久许可证和演示许可证生成报告 您还可以创建许可证集 以便更轻松地管理您的 VMware 许可证 例如按区域对许可证进行分组 Automatic Reporting 自动报告 可让您自动生成报告 还可让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这些报告 通过 Monitor 监控选项卡 您可以快速查看 Usage Meter 的运行状况 每一天都会显示收集成功和失败的次数 如果您将鼠标指针悬停在这些纸上 则会看到某一项收集成功或失败的次数 我们添加了另一项新功能 以便更好地针对失败收集生成报告 如果您将鼠标指针悬停在失败收集上 则会获得有关这次失败收集的更多详情 以帮助您进行故障排除 您可在这里添加客户 这具有双重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用于终端用户报告 第二个用途是让服务提供商了解 他们的客户在使用的产品 可通过两种方法添加客户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单击 Add 添加按钮 并输入相关信息手动添加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导入 CSV 文件 如果我们查看在记事本中编辑的 CSV 文件事例 就会看到客户姓名、国家或地区和邮政编码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些条目以质表服分隔 为导入客户 我们单击 Browse 浏览按钮 选择 CSV 文件 然后单击 Import 导入 这些客户将添加到列表中 如果您已从以前版本的 Usage Meter 导出了客户名称 则还可以使用相同方法导入该 CSV 文件 并且客户名称将导入并填充到此列表中 从而节省您的时间 将客户添加到 Usage Meter 的另一种方法是 通过 V Cloud Director 自动添加 Usage Meter 将为其自动发现的 V Cloud Director VDC 组织 自动创建客户及其关联的规则级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您仍需要手动输入邮政编码和国家或地区 因此您需要选择客户 取消选中受限复选框 为该客户选择正确的国家或地区 然后输入邮政编码 我们会使用规则级确定客户的资源 当我们查看 Rules 规则选项卡时 您会看到 VSphere 清单基于 V Center 的层次结构 在此提示 您只需为手动输入的客户 或通过导入功能输入的客户创建规则 如前所述 在 V Cloud Director 中将为客户自动创建规则 要创建规则级 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客户 并根据您在 V Center 中分离客户的方式创建规则 如果您的客户已通过文件加或资源池分离开 则您可以从 V Sphere 清单中选择相应值 您还可以选择根据 VM DNS 名称创建规则 创建规则后 单击规则列表 您将看到该规则 以及特定于该规则的虚拟极数量 下面我们深入讨论报告 我们将介绍如下三种报告 阅读使用情况报告 客户阅读使用情况报告和虚拟激励史报告 首先您会看到 Browse 浏览按钮和 Export 导出按钮 Browse 浏览按钮用于在屏幕上显示指定报告 而 Export 导出按钮用于导出报告 阅读使用情况报告提供 V Cloud Air Network 捆绑包的相关信息 例如所监控的产品 所计量的单位类型 以及相关消费情况 包括使用情况信息 我们还新增了 V Cloud Director 摘要部分 其中按客户包含有关 V Cloud Director 的更多详情 产品配置问题部分 重点介绍产品配置问题 例如他会报告 是否尚未为 V 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凭证 下一个报告是客户每月使用情况报告 通过该报告 您可以查看客户使用产品的情况 不知您是否还记得 在 Manage Reports 管理报告选项卡中 我们选择将 V 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和 MSX 作为单型版产品进行报告 它们的数据将显示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客户使用的是哪个服务提供商捆绑包 其平均 RAM 以及他们是否将 V 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或 NSX 用作单型版产品 这将与要报告的单位一起显示 虚拟机历史报告和新的收集机制 此报告仅在虚拟机状态变更时登记相应变更 并且将仅采集该虚拟机在处于开启状态的时段内的 RAM 使用率 这显示为单个条目 请注意 此报告会取代过去的详细记账和详细使用情况报告 后者现已被移除 Support 支持选项卡 请注意 VMware 为 UsageMeter 提供全面的支持 使用该选项卡 您可以创建支持捆绑包 以便在收到请求时发送给支持团队 V Cloud UsageMeter 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参加本次课程 建议您参阅社区网站上提供的 UsageMeter 文档 以进一步了解详情 再次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